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夏季烈日拙人,许多民众外出抹防晒乳,避免皮肤晒伤晒黑。 洪光科大化妆品创严中心今年取得全国认证基金会,TAF,认证通过,成为全国唯一通过人体试验认证防晒乳测试的实验室。 化妆品应用系副教授黄文宁表示,防晒乳不一定系数高就好, 民众需挑适合自己的即可,协助取得认证的食品与化妆品品质检验。 即分析中心技术主管黄文宁与陈明仁表示,人体测试防晒乳系数的过程相当不容易, 从挑选测试者,操作进行,模拟紫外线直接照射皮肤,涂抹标准品防晒乳,操作技术, 若操作技术不好很容易失败,可能造成测试者皮肤红肿发炎。 因此,被通过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审核,实验室要获得认证通过非常困难。 化妆品创严中心主任李佩奇指出,实验室使用ISO24444方法进行人体测试防晒乳系数。 首先受测试在恒温恒湿时代半小时后,采用具一支特定支输出光源的鲜胡灯阳光模拟器, 在受试者皮肤上的特定六个小部位,又发一系列的持发性皮肤红斑反应。 照射后24小时内,由受过训练者以目视法判断这些持发性红斑反应,评估其皮肤发红强度。 黄文英说明,防晒乳产品防晒系数高低选则会因人而异,防晒系数低的不见得就无效,反之防晒系数高的不见得效果就会倍增。 容易晒黑的人,建议可选用系数较高的产品,不容易晒黑的则可选用系数低的。 装品系副教授陈明人指出,由于配方不同,有防水功效的防晒乳比较持久,否则可能一流汗就没了,用喷的,抹的也没差,主要看的是均匀程度。 在使用时,也要涂抹均匀。 不管使用哪一种系数,日晒时间长短,涂抹均匀度与用量等都会影响防晒乳效果。